Hello,大家好,我是珍小妹 Hello,大家好,我是小鄭 很久沒見,Waybody 我想你們,I miss you, I love you 為什麼你這麼多話說,突然變得這麼活潑 你是不是高冷霸種來的? 我覺得很久沒出現過在鏡頭裡面 不會吧? 很多集啊 連我媽媽都問我說 為什麼你現在去深圳拍片的時候 戴的不是你老公,而是另外兩個男人 解釋一下我們是不是吵架,是不是吵離婚 那就沒有,因為去深圳是太多次了 因為我去過很多次,吃飯、打骨、按摩 第二個,露肉更加開心一點,觀眾 有新鮮感 換下其他人的露肉 我們有沒有感情問題? 沒有 你這麼猶豫的 說得這麼猶豫的 第一個呢,就跟大家說一下 為什麼我們現在經常都去深圳 是不是搬了過去深圳 全部都是深圳片,為什麼呢? 其實呢,因為通關之後呢 就發現其實深圳多了很多商機啊 嗯 接了很多商單啊,推廣啊 或者是免費體驗啊 過去拍一條片 很難得的是 每次一拍到深圳的片 其實流量都爆的了 已經脫離了我以前很頹廢 就是在10萬訂閱之前 一直卡在9萬5訂閱 不是 卡了幾年都是9萬5那種頹廢的狀況 9萬7千多左右 對,總之從來沒有突破過 但是突破了10萬訂閱之後呢 我們就狂拍深圳片 狂拍深圳片之餘呢 出片效率又高 然後流量又比較好很多啦 最近一條片呢 我不介意 很坦白跟大家說 最近那一條片呢 是3號那條片 我是賺了一萬元的港幣 一條片賺一萬元 那當然不是這條片都這麼爆了 但是呢 Youtube的數據呢 我可以分享給大家看 就是一個後台的數據 叫做 脫離了公司 我都可以拿到一個很穩定的底薪 嗯 就因為我拍了深圳片 所以呢 我們就一直一直都向著深圳這個城市去圍繞 那它是有很多的題材 大家都喜歡看 香港人最喜歡看 那後來有沒有想過搬過去 其實是有的 有啊 為什麼不搬呢 嗯 因為我媽媽就回不了來 照顧我妹 我妹就沒有住宿 所以說 離不開 就是家裡有小朋友 是啊 家裡有小朋友 那我們又覺得搬過去 是不是一個最好的抉擇呢 那如果搬過去之後 租了房間 又有幾個月起 租又有壓金 是啊 因為你不知道你搬過去 你拍的片 嗯 是賺到錢還是賺不到錢 因為其實我們做這一行很不穩定 最後呢 就決定一個星期 跑一次 或者兩次的深圳 或者直接過到去呢 就每次都租酒店份 是 那計算一條數呢 其實你在深圳租一間房 起碼四五千塊 一個月的話 是啊 沒計算水店煤 沒計算食物 但是我們在清遠是不用錢的 因為是自己家來的 是啊 就算我們計算路費 高鐵費 每個星期走一兩轉都好 我們那條數呢 其實都是 比起直接搬去深圳便宜很多 便宜一點 清遠去深圳高鐵呢 只不過是 一百二十塊左右的人民幣 那就是一個小時就到 深圳不 所以我們每次拍片 都會在深圳不站出發 是 最搶的是 早上八點幾的車 然後去到九點幾 然後晚上就去八點幾的車 回到清遠十點鐘 當一天的流程就是這樣上班 真的當上班這樣上班 嗯 就不是大家去玩 那種輕鬆 就是為了香港的觀眾 喜歡看深圳片 所以就不停不停地 跑深圳去拍 我們拍一些日常片 其實比較少人看 有些流量甚至差到只有五六千 第二個 為什麼可以請到人 為什麼會請了好 我不是找很多 你說找很多 都不是說很多 其實請他 只不過是月薪三千而已 是啊 其實 如果我將這個月薪 告訴大家 大家就會覺得我 其實找得多與少 是不關請不請人 只不過是我們有很多 要做 看不過來的時候 你就需要有個人幫忙 他幫到忙之餘 我們兩個輕鬆之餘 又可以找更多的 不同的收入 不單止是我們自己拍片 自己走深圳 我們還要幫別人接觸 幫別人去剪他們的幕後 可以分一塊東西出來 大家一起有個小團隊去做 至少現在最基本 最基本的 打字幕這件事 可以推給其他人做 不用我老公 一天就在看著螢幕 打廣東話字幕 是很辛苦 很肥神 很浪費心機 雖然說是沒有什麼技術 但都要考慮一個耐性 所以小鄭 他就榮升了這個主任 總監 副助總監 搞笑 總經理 樓下就有個小伯 跟著他做事 以後他就會取消他的東西 如果你調整了他之後 我有其他任務給你 所以麻煩你快點 教到他上手 可以先把所有東西摺好 再重新推出這個 小鄭廚房 其實我們很想拍煮食 但真的沒有時間 因為拍煮食 這件事 其實是需要另外浪費成本出來 第三個 有很多觀眾都會問我 上次那台 You like的脫毛機好用嗎 好用啊 這件事 我老公最有發言權的 你說一下 我那個 那個叫什麼 那個是什麼位 三角形 三角形 我是從來沒有脫毛的 那我唯一是用這台機去脫 那那個比堅尼位 你自己說一下 它呢 有很明顯的一個 沙漠和一個 一個 一個綠洲的 區別 就是脫毛那裡 它雖然是有些毛 生出來 但是那個毛很小很小 你不插近去看 是看不出什麼區別的 還有摸下去的感覺 那個 摸下去的感覺 觸感 是有的 是有的 因為比堅尼位那些毛 從來沒有剃過 那時候是很粗很粗的 所以一開始 頭一兩個星期 我都沒有什麼效果 那就沒有跟大家說過 但是呢 用完一個月之後 我現在其實都很難 一個星期 我只是脫一次而已 那它的毛 其實已經很抑制了它生長 你會見到它生出來的毛毛 又很粗很粗 然後變得很幼很幼 甚至是沒有的 越來越少越來越少 就不會遍佈整個森林 我會發覺是有些毛 好像那個色素已經頂了 變成一個好像白色 對 還會白的 它還有一個美白的效果 就是因為這部機 其實它本身 銷售點也很好 我看到也有幾個觀眾落單 他們都會問我 其實會不會痛的 如果脫比堅尼位的話 那我就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脫的是三角形的那個位 那個叫做V字位 我們叫做V字位 我不是脫O位 也不是脫I位 那兩個位我是沒有脫的 因為我真的 我真的接受不了那兩個位脫毛 但是V字位我是脫了 那我想分享的就是 它有這個藍寶石冰感科技的設計 它完全不會令你有痛感 它可以即時冷凍你的皮膚 都不會說有燒傷或燒焦味 這部機真的很推介 現在隔了一個月去分享用後感 這個真的不錯 其他位置的效果圖 我就貼在螢幕上 大家可以參考一下 其實都是有很強的效果 包括我的手 其實現在都沒有什麼手毛 但我平時其實都沒有什麼手毛 所以沒有什麼分享 我最可以分享就是那個V字的 比基尼位 那我沒有辦法拍照 沒有辦法拍照 叫我老公做 只是真的有用的 其實真的很厲害 因為自己在家做 它的次數是很多的 比起你外面可能幾個月 你才可以打一次 這個它的效能 我覺得都可以 它真的抑制到生長 如果大家有興趣 就可以用我的QR Code去落單 就可以便宜700元 我看到也有很多觀眾落單 不知道大家落單的朋友 可以在下面留言告訴我 你覺得好不好用 絕對不是智商稅 第四個 就是我要分享我最近買的 超好用的相機 和超級之後會買的相機 超好用的相機 就是我講過很多次很多次的 DJI Pocket 3 我覺得大家如果是拍Vlog的話 是一定要買的 但你不可以要求它的質素 是非常之高清 我其實沒有拍過4K 我只是拍1080 那它晚上的感光 或者雜點 其實都比較少 我看到也挺好的 然後日後它也不會有背光的問題 譬如我現在這樣縮近 你會看到它是美白的 它會把你的人樣 識別到之後 是美顏 再加美白 還有它還有一個很智能的 對近那件產品 它是會有自動對焦 還有後面會有景深出現 這塊我一直就是想要 結果我那時候最後悔 就是買了這部這樣的 Sony 這部真的好PK 我只可以用PK來形容 Easer V1的Mark II 很漂亮 我看我看我看 我就是喜歡它白色 還有我就是貪它那個 可以縮前縮近的那個 叫什麼 對焦產品的功能 那它這個功能當然是做得不錯 那除了這個功能做得好 其他全部都不合格 第一就是它開出來之後 它這個原聲的咪是很差的 很炸 差到我完全覺得我不插咪是接受不到 但是這部DJI不會 原聲咪都可以做到很清 去到一些雜音 第二個有一個非常弱智 還有很大的缺點 就是我第一次用這些傻瓜機 它的開關就是在這裡 按下去 那我有時放在這些袋裡 就是放在大袋裡 它會自己開的 就是它會自己 噴噴噴噴 之後就卡住在那裡 那個鏡頭 因為你不小心 有些鑰匙或者硬物 你碰到這個鍵 它會自己開 卡住在那個袋裡 拔又拔不出來 你又要關掉它 所以我們每次外出的時候 我們就要拔掉電池 另外放之後 要拍片的時候 把電池插進去 再收納 我覺得這個東西真的很弱智 是不是我用慣了 那些拍掣的大機呢 我沒想過這個問題 是會這樣 那麼麻煩的 還有一個缺點 也挺厲害的就是 我給大家看一下畫面 我每次用這部機拍片的時候 只要你的人 是光的話 後面背景就會爆光 那些是不是叫曝光 是沒有AI那些智能的感觸 就是我們現在拍片 你看到我們的樣子 是清晰的 看到後面這些雜物 它也是有它自己的形狀 但是用這部機呢 它是沒有的 後面會發成一片 然後就好像頭頂背後發光 很醜 很醜 每次拍片都是這樣 我忍不住 我很想丟掉這部機 我現在買的二手 到現在都沒看到有人要 我六千多元在港幣買回來 我現在四千元人仔放出去 都沒有人要 這部機還是新鮮 買了一兩個月 我真的覺得很後悔 都沒有用過十次 是很後悔買了這部機 很不適合我用 我只可以這樣說 總之DJI Pocket 3 它是打破了我認知的 裡面拍VLOG的相機 是最好最好用的 目前最好最好的一部 我覺得它絕對可以稱為國產之光 大江就是國產之光 如果大家買了2 就很後悔 就很後悔 對 最後就跟大家說一下 未來的計劃 接下來我還有幾個體驗的機會 就是上這個郵輪 郵輪我真的第一次去 之後會出片 還有一些溫泉度假村 溫泉別墅 對 我想體驗一下溫泉別墅 就是拍多一些不同題材的類型 例如一家四口放假 坐高峰去哪裡玩 去出國 或者坐坐船 坐坐郵輪的體驗 我覺得挺好 我覺得郵輪很棒 就有陽光海灘沙灘比基尼 賣味 我們今天的影片就到這裡 多謝你們收看 我們下一期再見 拜拜 你的點讚和關注的分享沒有 忘記了太久了 記得點讚和關注分享我 拜拜 還有你是不是剪頭髮 剪了 是不是有一個特別的設計 有啊 後面這條 尾巴 剪了個狼尾 但是狼尾還沒有生出來 終於換了髮型 沒有啊 沒有啊 看不到 就這樣吧 精神一點 下一條影片再見 拜拜